大家早上好 你们状态如何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让这个特会这次能够办得成 我们今天会是一个 很紧张 很集中的一天 但愿上帝让我们能够 对祂的话语能够有心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专心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整个特会的主题 你们知道整个主题是很重要 以致你们知道 整个特会的大方向 所以这个特会的主题是 理性得知 灵性得利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着能力 无论是工作上 婚姻上 或者是做事奉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能力 我们希望我们做的凡事 我们都有那个动力 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如果我们有热忱和专注力 那是何等其妙的事 那个就是得着能力 但是很多人觉得 知识很厌烦 但是能力叫人兴奋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能力 是因为我们失去真正的知识 在本质上 我们被创造是有一个理性跟心性 我们讲到理性的时候 理性是知道 认知的 理性是一直发现 我们需要得到启发和更新我们的理性 但是我们的心性有感觉 我们的心会有感动和热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所以如果你要办成一件事情 你是倾向哪一方面呢 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好 你需要用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所以有些人 他们对一些事情无心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放弃了 所以基本上人都喜欢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心里得着能力 但是当我们想跳过理性 直接达到心的时候 那个就是错误了 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时代 包括教会一直倾向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只想挑动那个心 但是没有想要怎样让这个理性 能够有正确的认知 所以现今有很多信徒 他们对神的认识和真理 没有清楚 所以他们一直寻找的就是行得通的 还有让他们得到满足感的 但是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没有兴趣 而且很多师公者 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一直在激动人的心 但是不会调望人的理性 我们听到师公者说 我们要为神而死 我们要为基督放下自己 所以你激动人的意志 还有那个心 但是谁是神 神的属性是什么 我们真的知道神在我们生命 在做什么吗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欺骗的力量吗 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理性 我们缺乏了这样的知识 所以在教会我们有很多肤浅的讲道 诗歌 还有赞美 还有很多的服饰 教导 因为人很喜欢直接进到心里 感觉到一些事情 但是他们不追求理性的更新 然后讲到神的话的时候 人家只想学到一小块一小块神的话 但是不想很有系统性的认识神的话 然后这就涉及了当今的教会师公是怎样进行的 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辅导 我们尝试给人很多的自信 很多的鼓励 然后让人知道怎么自我护理 还有自助 但是没有把人指向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私欲 认识上帝 因为我们只想向这人的心来反应 我们想修补人破碎的心灵 但是我们没有想要更新人的理性 我们讲到圣乐的时候 有些人估计前几年教会差不多有二十万诗歌 二十万 你认识几首诗歌 但是那些诗歌不能持久 人已经不在教会唱那些诗歌了 因为人只想创作能够激动人心的诗歌 他们只想到要用心来向主歌唱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心来敬拜上帝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直接去到心 但是我们没有通过我们的理性 人们创作诗歌只是为了要感动心 安慰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没有借着理性来感动我们的心 所以基督徒的诗歌越来越肤浅 我也不能持久 然后你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所以经过几代的基督徒的教会历史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最大的最严重的假释就是 我们都懂了 我们已经懂了 所以在很多的福音派教会 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们都懂了 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信仰 我们知道耶稣实在是基督徒下 我们在教会听讲道 我们都认识很多的经文 我们上了查经班 我们知道什么是救赎 什么是福音 我们知道很多的圣经故事 所以关于圣经知识 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自满感 所以当有这样的自满感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要被圣灵的能力充满的时刻 所以我们要学习很多圣灵的奥秘 我们要学习很多怎样看异象 怎样经历属灵的体验 然后他们听到人发预言的时候觉得很有能力 那是其中一样 那是其中一个假设 我已经认识了神的道了 现在我要得圣灵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与神的话脱节 教会另外一个很普遍的假设 就是在教会有很多人的生命 还有心都是破碎的 教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他们不得医治 所以那个假设就是 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圣经的知识 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他们就想为这一群人 带来一些医治释放的能力 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能力来在工作上 在各方面有卓越 我们才能够影响那个社会 所以现在在教会 得着能力好像是关键字 在世界也是 所以现在的信徒都觉得 这个很有说服力 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多很多的 灵恩派运动 甚至在福音派里面 对能力的追求 超越了对真理的追求 如果一种能力是没有带着真理的 那个是没有无果的能力 就好像一艘大船 它的引擎很强 但是它没有办法到任何地方去 一个不受到控制的火 这样不受控制的火 会把整个森林燃烧 另外一个理由 为什么教会一直在寻找能力 追求能力 因为真正有基督徒 他从认识神的话 得着能力的例子是很少的 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不能够应付生活上的压力 他们没有爱和动力来侍奉神 侍奉人 他们在经营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方面 缺乏了智慧 有些人他们能够背诵很多的经文 但是你看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一点也不贴切 所以他们的基督徒生命 缺乏了一种活泼力 但是他们很投入 圣经知识和教义 所以这个就让人产生一种疑惑 认识真理真的有帮助吗 当然我们不能一足甘打翻全传人 但是这样的现象在教会是真实的 那那个迷失的连接在哪里 在这个真理还有我们有能力的生命 中间那个缺陷 那个少的连接是什么呢 那每一个传神的话的人 都要处理这个少了的连接 从你所认识的真理 怎样达到有能力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特会要分享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我们对真理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 你认为 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 你所应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不但是要知道一些道德或是圣经故事 我们要先从我们对神的认识开始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谁 然后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是要向神交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福音的开始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是堕落的 然后我们寻求真理 我们就会寻找错误的能力 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第一章 看罗马书是怎样提到基督福音的 1章18节 读华文的 你们自己读 自己读 ok 所以英读 now I'm reading from the ONIV version now look at it it's the wrath of God it talks about wrath of God it's being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the godlessness and wickedness of men who suppress the truth by their wickedness and since what may be known about God is plain to them because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 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 has been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so that men are without excuse now I'm just going to point you back to verse 18 again now 我们再看第十八节 the wrath of God is being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godlessness and wickedness of men who suppress the truth by their wickedness now you read verse 18 所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所以罗马书开始不是告诉我们 神有一点点生气 但是祂是充满了愤怒 祂不但是大致上对邪恶生气而已 祂不但是对一些无神论主义者生气 但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愤怒 因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普遍的大罪恶 但是不是我们单单不认识神的这个罪 如果我们从里面 我们原来就不认识上帝 让神不会追究我们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堕落的体制 我们都背叛了神 当我们做什么 我们背叛神 我们阻挡了神的真理 所以这个压抑 这个阻挡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用很大的力量压住一个弹簧 防止他弹回来 他用他所有的力量压住这个弹簧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我们人的中心 我们有这个意志 一直要压抑真理 对自然界 对一些律 对神的一些真理 我们一直要压抑 虽然上帝已经借着万物彰显自己了 所以我们背叛的心 一直在背叛上帝 还有他的真理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 我们是被造物 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没有道德的 但是我们不相信上帝会追究我们 在我们的人里面 我们知道有一个终极的审判官 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会被审判 我们淡化了神的存在 还有神的审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够在他的审判面前 站立得住 很矛盾的是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审判官 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 有审判官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 有因果的报应 你如果行恶 你会有恶报 但是我们不愿意相信 神有一个审判 为着所有的罪人 神会审判 所以为了压制上帝的真理 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喜欢的 所以我们创造了人类的宗教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这个人类的宗教 所以这个就带来了 人的一些精神 人的良善 人的很多人为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取代 终极的真理 也就是上帝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就剥夺了上帝的威严 他超能的力量 为他的神性 所以我们用我们堕落的体制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更卑微的神性 然后我们就制造出部分真理 所以这个是圣经向我们堕落的体制说的 所以我们身为堕落的人 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 中马田曾经说过 罪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反叛者 我们都是反叛上帝的 我们不单只是犯错的人类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 我们都是受害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上帝的真理面前 我们都是反叛者 有些人说 罪是不好的 它让我们有病态 让我们痛苦 但是不但是我们有一些病态 你是一直犯罪 所以你就越来越进到问题 然后罪会叫我们痛苦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是反叛者 因为我们反叛神的真理和原则 所以我们才痛苦 我们选择活在黑暗里 所以我们被黑暗折磨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被 这个黑暗塑造 所以这个就是 关于我们的真理 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 认识我们自己 堕落的体制的时候 我们要更认识自己 然后神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反叛者 所以福音是带来人与神和好的 在基督里与神和好 除非我们承认我们背逆神 不然我们不能与神和好 神跟祂的真理 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反叛了神 跟祂的真理 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 发生在我们身上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但是做一个绝世祷告来的教会 第二代信徒都知道 什么是与神和好 但是你与神和好的证据是什么 圣灵会将背逆神的体制 从我们的生命挪开 有时候我们虽然是软弱 还在罪当中 但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这个背逆的体制被挪去了 以致我们能够降服于神 和神的真理 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会认罪 我们能够在神 跟祂的真理话语面前 谦卑自己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们不再抵挡真理 我们不再压制真理 但是我们是喜爱真理的 我们向往学习上帝的真理 我们要让神的话 自由地向我们说话 我们不是要发明新的基督徒真理 但是我们要降服于神 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今的牧师 他们一直要为他们的会有 制造新的体验 一直教导他们怎样得到属灵的恩赐 看到异象 还有得到属灵的体验 我不反对这些 但是这些是次要的 他们自然会来的 但是这些不应该是传道者主要做的 但是我们都被呼召要成为 忠心教导神话的人 还有学习神话的人 我们也应该分享真理 让人都认识真理 这个也是保罗为信徒们 首要祷告的 保罗为信徒祷告 他们能够真的认识真理 也认识神本身 保罗没有假设 信徒都知道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得到圣灵的能力 他们已经知道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现在我们要感受到圣灵的能力 保罗没有这样说 以福所书 第1章 这个是特会的主题经文 15节 我们一起读第17节 I keep asking that Are you there? I keep asking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Glorious Father May give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Now look at this So that You You may know him What Better 使你们更知道他 真知道他 Now this is the apostle primary prayer for the believers of Ephesians 这个就是我们使徒 为以福所信徒主要祷告的内容 这个也是整个特会的主题经文 我已经信主十年了 我为你祷告 你能够真知道神 如果你认为 我已经认识很多真理了 现在我要更认识属灵的能力 那你其实是 真的是错了 在保罗提到这个之前 他介绍了圣灵 The Charismatic love this The Charismatic love this I mean all Christians should know the Holy Spirit and love the Holy Spirit 当然所有的信徒 都应该认识圣灵 也喜欢圣灵 但是你要认识圣灵 才能够爱圣灵 And when Paul introduced the Holy Spirit He said He is the spirit of what He is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当保罗介绍了圣灵的时候 他说圣灵是一个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能力 就是说 圣灵把真理写明出来 就是世人所不认识的真理 但是基督徒应当要认识这些真理 当我们主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 他是怎么介绍圣灵的 主耶稣把圣灵说成是真理的灵 主耶稣没有说他是能力的灵 当然他赐下能力 但是他不是能力的灵 他是真理的灵 然后真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 神是谁 以致你真知道神 那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呢 因为从罗马书我们知道 我们堕落的人 我们已经压制神的真理了 所以我们就制造了很多虚假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那些当作是真的 所以没有比我们不正确认识神 更会危害到我们的灵魂的 你可能错误的认识一些科学或是数学 但是那个不会叫你有太大的损伤 如果你跟你错误的认识神相比 如果你对你的数学不好 最多你是失去一些钱 如果你不太认识科学 可能会为你带来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不正确的认识上帝 他会带来你的灵魂的损害 他会在永恒方面影响你 可能你真的会有永生 但是在这个地上 你一直会失败 所以到最后可能你像圣经说的 虽然你是得救 但是却是像经过火一样的得救 所以我为你们的祷告是 你们能够真知道神 所以要认识神的人会知道 他要继续的一直认识神 因为这个神他是无限的 所以第17节说 我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所以我是来自一个传统教育 我一直觉得我是要很热心 忠心地侍奉上帝 因为上帝赏赐一个热心的人 但是后来我知道 我要真正认识神 我要真正认识我所侍奉的神 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圣经的第一章 永远是谈到认识神 你无论在圣经学到什么 你要回到圣经的第一章 那个是最基本的 我要分享三个 关于认识神的重要重点 责本圣经让我们认识上帝 责本圣经让我们认识上帝 但是我们需要有 对上帝三个关键的理解 在认识神方面 我们最普遍的错误是什么 你如果问99%的信徒 你认识神什么东西 他们会回答什么 他们会说神是慈爱的 神是有怜悯的 你去到教会 你问信徒 你所敬拜的神 祂是怎样的 祂会讲这个神是慈爱的 有怜悯的 祂为我死 祂是有恩典的 当然我不是要反驳 这些绝对的真理 但是上帝介绍祂给我们的时候 祂所先提的是这个吗 如果你读圣经 祂先向我们写明 不是祂的慈爱 上帝是先向我们写明 介绍祂的圣洁 祂是那位圣洁的神 为什么我们堕落的人 我们压制神的真理呢 最真实的答案就是 神是圣洁的 但是我们却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不圣洁的被造物 我们要面对圣洁的神 这是极其可怕 所以我们更容易是把神想象成一个很慈爱的神仙 这个上帝是祂很慈爱的 我们不需要担心祂生气我们 也不需要担心祂干涉我们 祂给我们时间跟空间来成长 所以很多人都在尝试介绍这样的一些信仰的理念 结果是什么 我们让神迎合我们的需要和文化 但是我们自己不是相互与神 首要的圣经是先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 我在年头的时候 我说圣洁是什么 圣洁就是不一样的 分别的 所以祂跟其他的神不一样 所以唯有祂是值得被高举和敬拜的 因为唯有祂是圣洁良善的 公义的 就算祂是王 祂是万王之王 跟所有其他的王不一样 如果祂是神 祂是神 祂是在万神之上 跟所有人造的神不一样 没有任何被造在这个世界是跟神一样的 祂创造这个世界 祂也创造人类 就是带着神形象的人 男人跟女人 然后也给人具体的吩咐 然后祂也向人要求 听从和顺服 上帝绝对地要求人听从祂 因为祂的圣洁是不容忽视的 这个国家的法律也要求你的顺从 那你为什么听到神要你服从祂 你觉得这么不自在 神是最圣洁的神 不能够忽视的 所以当我们触犯到神的圣洁的时候 祂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 所以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当他们吃了禁果的时候 审判就临到男人和女人 所以他们都成为 他们在灵方面都死了 所以后来上帝带着祂的恩典慈悲来 所以救赎人 人就得到保守 因为神极大的怜悲 人就不致灭亡 但是因为神的圣洁被触犯 祂不是随便随便就 救赎人 怜悲人 当他决定要饶 当他决定要饶恕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的意识里面已经知道 那个挽回祭 他已经为我们的罪 预备了那个挽回祭 就是他的儿子要来为我们牺牲 他不是决定要饶恕 然后就完了 我们人是这样 我们是有偏见的 但是对于这个圣洁的神来说 当他决定要饶恕人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挽回祭 所以如果你认识神的圣洁 你知道没有廉价的福音 所以没有廉价的爱 如果你讲到神的爱 那是一个圣洁的爱 所以人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体会到神的圣洁先 而不是神的爱 所以当亚伯刚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们要为了自己的罪 为神献上祭 所以当摩西来到神面前 有那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 神说你脱下你的鞋 这是圣地 因为你现在进入我圣洁的同在 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 他说 获哉 因为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夜还 我提到这些都是伟大的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人 他们对神的第一个感应 就是神是圣洁的 有些人说 那是旧约圣经的神 因为旧约的神是诫命的神 但信约是恩典的神 这是很多大教会 他们说我们敬拜的是 一位有恩典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地靠近他 但是你看新约圣经罗马出的时候 神是怎样介绍自己的 所以第一章就说到 神的愤怒彰显出来 神的震怒向人的不义发射出来 是的 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靠近他 但是我们也要敬畏神 以福祖说也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 本来是可怒之子 所以那个是新约的圣经 如果你来到神面前 你只有认识神的恩典 但是不认识他的圣洁 那我们就误解他的恩典 神的愤怒 因为被造物需要知道 神的圣洁被触犯到了 如果你不知道当你领受了恩典之后 你不知道怎样对付罪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圣洁 直接去到恩典 你不会懂得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不懂得怎样专一地敬拜上帝 你不懂得怎样跟肉体挣扎 他只是告诉你 你已经得救了 你可以慢慢学习顺服神 是,神给我们时间 神也对他的儿女有怜悯 但是当我们讲到自由跟恩典的时候 那个不是圣经的语气 所以我们要真知道神 如果你什么对神完全不认识 你只有来到他面前 做一个决志祷告 认识他的恩典 那我就为你担心 我们要认识神的圣洁 不是因为我们圣洁 反而是因为我们不圣洁 所以我们要认识学习神的圣洁 我们离神的圣洁太远了 但是我意识到现今的信徒没有倾向神的圣洁 如果我问你们在你们的基督信仰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 90%的信徒会说什么 跟神的关系 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那你不认识神的圣洁 怎么跟祂有一个关系 你最终只会触犯祂的圣洁 滥用祂的恩典 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圣洁 两个最耀眼的属性会出现 就是上帝既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 很多信徒不懂得怎么应用神是公义的这方面的教导 科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 神使那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义不是来自我们里面 乃是来自我们外面 来自基督 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 上帝看我们为义 因为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 但是那个公义不是最终的判决 说你已经是公义了 那个公义是一个活泼的公义 它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愿意追求公义的心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然后马太福音也说 极可牧义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要可牧神的公义 还有活出神的公义 基督徒他活出公义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的罪还有肉体来征战 有些弟兄姐妹们来跟我分享说 他们在跟罪挣扎 当你渴望公义的时候 有些罪的力量在你身上就松开了 那那个色情不再捆绑你 愤怒怒气不再捆绑你 我们要得胜罪 不单单是我不想犯罪 因为我不想难过 因为我犯罪之后 我非常不开心 我不要跟我爱的人有挣扎 所以我不犯罪 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跟罪挣扎 跟神的公义没有关系 外邦人他们也不犯罪 因为他们不要破坏他们的关系 他们也不要让自己难过 但是我们有神的公义 所以当我们一直跟罪挣扎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讨厌我们里面的罪 我们跟他挣扎 然后在过程当中 我们就挣脱了罪的捆绑 当然我们的罪已经归算在基督身上 但是我现在是要讲的是 我们跟自犯罪的挣扎 所以这个是来自我们对神的圣洁和公义 正确的认识 对神的慈爱也是一样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祂的爱不是一种普世的爱 记得神是分别的 所以祂的爱也不是一个普世的爱 当然祂是一个良善的神 但是对神的子民 祂有一个圣洁的爱 那种爱要求我们 对祂完全专一的敬拜 就像一个丈夫要求一个妻子一样 这个异教的爱 世俗的爱 他们不明白这个 他们就讲 神爱所有的人 神要救所有的人 所以那种异教的爱 叫我们得到自由 来随心所欲 所以你到有些传道者 他说我们有自由 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你要小心 所以你要认识圣洁的神 祂给我们的自由 是怎样的自由 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 是能够顺从神的自由 一种能够活出听从神的生活的那种能力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方面 你的信仰生活就会进到反律法主义 然后每个人去教会 就进到亲信主义 只是做一个绝世祷告 然后神就会拯救你 你不需要改变 你不需要有悔改的果子 这个爱是很圣洁的 是我跟神之间的爱 神认识我 也认识我深深跟罪的那个挣扎 就像一个丈夫 怎样爱一个妻子一样 他把他 为他牺牲一切 所以这个神圣洁的爱 把我们吸引回向他 所以有这个爱 我们就专一敬拜他 我们就愿意学习他的圣洁 当你讲到神的时候 这个是你对神的认识吗 所以我不单只是讲一个理性的 因为我们讲到认识 是涉及我们的思想 理性跟心性 所以你怎样应用神的真理 会让你知道你真正认识神吗 你认识了神的圣洁之后 你下面要认识祂什么 所以这个圣洁的神 也是一个有主权的神 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 那神的主权是什么 所以唯有神 祂命定一切所发生的事 不但是涉及救恩的事 甚至有关邪恶的事 神许可邪恶 暂时存留 不但是邪恶 甚至我们的痛苦 上帝做这些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也为了祂子民的益处 我们不但是要在观念上认识这个 实际方面也要懂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让很多人死去 但是当你认识到 神命定这个疫情 是为了祂的荣耀 还有祂子民的益处的时候 你整个理解就不一样 借着这个疫情 祂审判中国 祂恋进祂的教会 祂把人带到悔改里面 在我们的痛苦当中 无论我们觉得多痛 我们多失望 当你认识神的主权的时候 会带来真正的信心 虽然你会痛苦 但是这个真实的信心 会激动你继续地跟从神 祂会让我们在过程当中 继续寻求神 不但只是看结果 如果你得了癌症 不但是叫神医治 你乃是在过程当中 一直寻求神 当你在抗癌的时候 一直寻求神的力量 只有当你实际地认识神的主权 不但是观念上 你才会寻求这样的证据 这会让你有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理念 心态 去年我提到这个字眼 以神为中心 神在各地 到处都是神 在你的整个世界观里面 你有上帝为中心 上帝不单是管理一个小小的范围 好像教会 或是信仰 但是神参与在所有的事情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眼光方面 训练 操练自己 所以这个来自我们 对神的主权正确的认识 你说我的孩子问我 你从哪里得到你的讲道灵感 你跟这个人说话 那个人说话 你喝杯咖啡 吃点东西 你就得到你的灵感 讲道灵感 因为我对神的认识 不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神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是认识神的 24小时全天 所以当你认识神的主权 不但是神学方面认识而已 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 你要确认 你在所做的一切事上 要确认 反复的确认 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很容易向问题反应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方法 就是要查验 确认 那有一个东西叫我很担心 就是这个时代的信徒 一直在走向 阿米念主义 但是教会原本是在一个改革中的基础上 但是阿米念主义很多的东西就倾向人为中心 人为中心的来查考圣经认识圣经 我们讲到的传福音说我们叫人自己做决定来接受耶稣 都是人 所以你怎样过信仰生活 都是关于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没有查验神的旨意 然后跟随这个旨意 有一个神学家 他说我们尊敬神的主权 但是我们却按着人的主权而活 你只是尊敬神的主权而已 你为那个感谢神 有些人来到神面前 他说感谢神 但是他说感谢神 但是你要决定 你要做 我们没有跟人说神在做什么 神只是第一章 神只是第一章 下面全部都是你自己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偏离 从这个改革中的教导 它削弱了教会的教导 你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么混乱 因为拜登总统 因为习近平总统 因为奥密克荣 那神在哪里 那命定一切为着自己的荣耀 还有人的益处的神在哪里 不但只是尊敬神的主权 你要确认还有活在神的主权当中 这个必须在你的世界观 还有你的生活当中 这几十年下来 这个教会在教导神的主权的事上 非常的弱 很多教会不敢教导预定论 怕会叫人跌倒 因为要很多的解释 然后自己也不大清楚 所以干脆不提 所以我们不要来辩论 到底是神的预定吗 我们不要讲这些东西 我们单单认识耶稣就好 但是怎样的耶稣 耶稣是谁 圣经中讲的耶稣 祂的绝对性的属性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 用你全生命来爱祂 如果你对祂不认识 最近有一个弟兄问我 为什么牧师你近年来 这么执着的 一直要带出一些教会的问题 甚至灵恩派等等 我要跟你们分享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如果我们在爱的基础上 我们要在不同圣经教义的 众教会当中要找到共识 这个会对教会 带来更多的害处 甚于益处 我以前一直认为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造就生命才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在主要的信念上 我们是统一的 其他的我们有点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不用管 是不是改革宗 不是改革宗 或者是阿弥念 还是不是 如果我们继续地忍受 阿弥念的信念 我们最终会带来的 就是反律法主义 轻信主义 恩典神学 所以因为这样 感情主义 还有积极心理学 就进到教会里面 这些都是人本的东西 所以人用自己的聪明 发明很多这些东西 来信任到教会里面 所以到最后 教会效法的是外在的 但是不是效法基督 已经被证明出来了 如果不是改革宗的教导 这个只会带领教会 去到没有结论的地方 所以人都选择信的 读圣经 然后认识神 所以我们要很全面正确地 读圣经认识神 以致我们能够回到 一个以神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最后一个有关 认识神的概念 因为神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 所以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圣洁慈爱公义的神 有主权的神 你继续认识神 跟祂的属性的时候 过后你要把你对神的认识 跟所有其他这个世界的知识 连接在一起 以致你整个生命都能够顺服上帝 所以那个就是改革宗的精神 有些人问我 改革宗的精神 精益是什么 不但只是一些 很著名的牧师 像圣奥古斯丁 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神学知识 好像神的主权 神的预定等等 所以改革宗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完全按照圣经的 不但是因为你接受了某个神学 比如说神的主权性的恩典 你就是算为改革宗 或者是加勒文思想 保罗华许曾经说过 所以他说 这个改革宗的精神就是 我们把生命的一切环节 全部降服于圣经所说的真理 一切环节 你的思想 情感 意志 你的家庭 你的教会 你的一切的一切 在圣经之下 那个就是改革宗的精神 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整天讲加勒文 这些人 但是因为他们是完全符合圣经 讲服于圣经的 很多施工者 他们现在是用圣经来 得取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圣经是无误的 但是你看他们的施工 都是有实用主义 他们做事的方法 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 但是按照什么是行得通的 所以他们在查稿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迷失了方向 那我们在查稿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会迷茫 因为当然我们先认识神 我们尝试把所有的教义 搞清楚 上一位一体的神 神的属性 我们尽量了解 这个是圣经的第一章 这个是圣经的第一章 然后在圣经的第一章 我们移动到 每个各种知识 每个各种知识 2.3.4